全国反核行动联盟将要在凯达格兰大道举办废壳大游行 今天行动联盟的成员顶着只有十几度的寒风 在金山街上发放传单 他们希望民众能够站出来保护自己的家园不受辐射的威胁 今天上午在金山区游局 有一群人身穿背心手拿传单要发送给民众 其实这是全国反核行动联盟将要在3月14号 于北海岸集结再到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 所举办的老旧核电厂部研议废核大游行 北海岸反核行动联盟表示 最近日本福岛311事件即将届满四周年 他们要让民众了解台湾的核一厂与核二厂 事件造在多么危险的环境上 我们今天出来就是要来本一些团团 给我们这些所有北海岸这些人民 附近这些人民让我们知道 知道我们政府的活动就是要去搜救 就是反对政府这样做法嘛 反核行动联盟表示 日前台电有提出要让核一厂继续研议使用 对于已经使用40年之久的核一厂 应该要在107年的时候就要除疫 而在地退休的老师 也是绿色公民行动联盟 就指出家园距离核电厂这么近 又在这么危险的地理环境 但是民众的声音政府却是听不见 但希望乡亲家里面有一份这个资料 知道说我们就住在两个很危险很危险的 核电厂的旁边 那上个礼拜呢 还有日本来的核能专家 以及地质学家 他们来帮我们一起了解 我们附近的火山 山脉 然后断层带 那他们当然都很惊讶说 我们的核电厂就在火山脉上 今天行动联盟的成员 顶着只有十几度的寒风 在金山的大街上面发送传单 除了要广为宣传反对 核一场与核二场的演议之外 他们也希望在3月14号这一天 民众能够站出来保护自己的家园 不受辐射威胁 记者是断义 金山财 放不到